你到时候你也去写一个这种听书的 这一进来就是类别 我们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但是我说句实话 这种这种界面设计的真不怎么样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那么这个是这样一个设计 但是如果是我来设计这个界面 我就不会这样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界面设计不成功 OK 所以我对大家的一个要求 就是当你要去思考 你要做这程序的界面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们公司做商业项目 你肯定是有专业的用户交互设计师 和专业的美工 对不对 我们这两个角色在工作岗位上 一 研究你这个界面怎么做的 怎么样人性化 怎么样让用户体验很爽的 这种叫用户交互设计师 这个让大家分析一下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职场的这些东西 用户交互设计师 还有一种就是把它的想法 这个是给想法的 给想法和具体的UI设计草图 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呢 视觉设计师 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美工 实现想法和草图 实现想法到我们真正的界面效果 那么还有下面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实现 界面实现 这个一般是让我们程序员来做的 小公司 这个一般是让我们来做的 就把用户的这个 什么PSD啊 用户的Electrator啊 就是它的这种美工的这种界面效果 让它切割好 我们程序员来给它进行实现 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视觉设计师里面 来实现 因为它里头有编码能力强的 它只做UI这块编码 比方说我们的XML的编码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的界面要用XML 为何我们的 我们界面要用XML 好处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因为可以分离 我们程序员可以不去管XML的layout 由我们的视觉设计师 当然这个对视觉设计师的要求 就会比较高 要求它是具有编码能力的 视觉设计师来实现 这个在我们的WP WP的开发中 通用 这种概念 在我们后面的Windows Phone开发上 也是通用的 所以这样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以后我们在一个团队里头 如果你再搞不清楚 OK 现在老板跟我一个活 我怎么来做呢 以前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这个是实际的 有一个公司 他们就在做一个 做一个应用程序 他们这个应用程序 是否安卓和iOS共用的 他们就问我 他们说我们现在 美工实现了这个效果图 之后我们怎么办 然后他就 因为他作为一个程序员 他觉得他对界面有点乏力 可能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程序员 他们美工呢 又对编程又有点乏力 所以他们就导致 他说那我现在怎么把 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 什么activity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就告诉他 实际上 我们是应该这样的来做的 用户交互设计师 一般一个公司 最好的用户交互设计师 是谁知道吗 用户交互和用户体验 那块 是老板 如果是一个公司 做自由产品 比方说腾计 他的最好的用户交互设计师 或者用户体验 这一块 就是马化腾 而且马化腾整天干的事 也是这个事情 整天拿着QQ在那把玩 看哪点还不对啊 我就是给客户啊 我哪点用的还不爽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就好像我最近 我们最近官方不是在官网 在改版吗 我们最近在改版 改了这个的话 我肯定天天 我肯定天天也要去 去看 哪个地方还不对啊 我就 其实现在我就发现 十几个问题还要再改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升级完成啊 还有 还有很多图片啊什么的 都还没有放上去 很多图片都没有放上去 那么 所以像这些 这个过程啊 一般是我们的老板 和我们要 当然也有专业的这种用户交互 设计师来做 那么他实现了 就由我们的视觉设计师 去给他实现 实现的往往是什么呢 一张 仅仅是一张图片而已 实现的仅仅是一张图片 那么实现了这张图片过后 有的公司 这个时候就分两种情况 有的公司 他的美工是学过 怎么去做安卓的界面 就从他的效果图 就包括我们的XML那块 他是学过的 那有的公司 他的美工 他甚至连安卓的 什么东西 他都不一定搞得很清楚 那这种情况就有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我们从效果图到我们的具体界面实践 是偏美工这一块 由我们的视觉设计来实现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清楚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要去切割 我要怎么去切割法 然后我再去编写XML 那如果是偏我们编码这一块 如果是偏我们编码这一块 就由我们编码后台的编码里面 我们就会去跟美工说 说什么呢 说你这个应该怎么切 哪个地方到哪切 相当于就是你要给美工提出七个要求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最简单 随随便便的 就好像我们做网页一样 可能美工刚开始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图 你得知道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个文字 我只需要他后面的那个黑色那一部分 带圆角的黑色的那个矩形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图标 我要美工怎么样来切 就这样的一些过程 这个背景材质 我又要美工怎么样来提供 所以 那当然了 对目前而言 我们既然在学习系统 学习这个课程 我当然要求在座的各位 所有人就全部都得掌握了 最好你还有这种用户交付设计的这种想法 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们就 我就把大家当作 能够从零开始写一个小软件的 所以我们这些能力缺一不可 OK 那么我们就 这个地方大家就去记住 我们对于新时代UI的我们这个用户体验 我们在去做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抄袭加改良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抄袭加改良 等于创新 好 其二 这是图标的使用 图标由于我们手机的这样一个特性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之前做我们的Draw Label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MDrawable LDrawable HDrawable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D 我们图标像素的这个要求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由于我们图标都是像素级的图标 那我们的设计师在修剪的时候 比方说 就拿这个来看 我的头像 这个图标是非常不专业的 第一 我们实际上 比方说一个应用程序图标 在我们这里的要求 一般要求是 按照以前的传统 应用程序的图标颜色不要过多 不要超过2564 那么第二 由于你是像素级的图标 你这样子放上去 实际上你的那个图标显示效果 是不够好的 大家看一下 找一下这个图标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 第一 你背景还一片蓝色 对不对 而且即便背景这个蓝色给它去掉了 也效果也不是太好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其他的这些图标 它是不是有一个描边 对不对 就会让你的图标感觉很醒目 甚至于有立体感 所以我们像素级的图标 我以前见过一个专门做像素的一个美工 整天就是用那个 叫Equifactory Equifactory那个工具 在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在调整和修改 然后最后完了之后 还要描边 他给我讲了一些道理 应该描左上角的 还是该描右下角 产生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区别 真是专业 但咱不会了 但我也是试了一下 那个工具挺好用的 大家也可以去用 这里头也有很多模板 叫Equifactory 所以我们像素级的图标 有它的一个讲究 那我们这个课程不是专门讲这个的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网上查找一下相应的资料 再次 就是资源的控制和能耗的控制 由于我们是 由于我们是在移动设备上面开发 我们都知道移动设备它的一个特点 包括什么小内存 慢CPU 这些特点 我们都要控制好我们资源 包括你比方说 你别到这一个图标一两个兆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现在虽然在PC领域和甚至于我们 其实在手机领域也都是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什么呢 用空间换时间 以前都是 以前都是 哎呀 金打锡算是去抠 去抠你现在用了多少个字节 这多少个字节怎么释放 但是随着现在我们硬件的这种 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现在 以前说 哎呀 这个内存要考虑好 什么内存泄漏啊 什么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考虑 但是我们在PC上 我们往往是什么呢 你没有必要手动去释放了 因为我们家有垃圾回收机制 啊 你说这个 他半天不释放 因为那个回收机制 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收呢 他半天不释放怎么办 没事 我们上他几百个G的内存 对不对 我们上他一百个G的内存 让他慢慢释放 不是 他内存泄漏都泄漏不过来 一百个G内存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的一种典型的 因为那个硬件成本的消耗 可能 我加几条内存 就几百块钱 然后 但是你要给我实现那种 一点点去抠那个内存 在软件上去实现 我可能要多付你两个月工资 或者要多付这个团队两个月工资 这是很简单 而且这个技术难度还比较大 举个例子 所以这个 这笔账大家都会去算 包括现在手机都在走这种趋势 就我们以后 为什么我们写软件编程越来越轻松呢 就很多东西都不再考虑了 三星也是这样子的 三星因为它硬件比较强 它软件就比较弱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要考虑的话 其实最最要考虑是什么 是我们都知道 现在如果诞生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它立马就能成为世界500强No.1 是不是移动电池公司 对不对 我们都说现在如果能够诞生一家公司 能够解决我们移动设备的能源问题 它立马会成为我们世界上No.1 市值No.1的公司 哇多少亿的用户啊 我们以前戴机 安卓戴机一天一充 好 你只要你哪家公司发明一个电池 不说久了 一周一充 就不得了了 那那个手机玩游戏也玩得很嗨了 NDSL和PSP立马就没市场了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的笔记本也不得了了 所以 我们 事实上我们的手机这种能耗 一直是大家在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能耗来自于很多方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能耗 是来自于我们硬件的这个屏幕 这个我们控制不了 因为它是内发光的 不像我们一印和进数 它是外发光的 那么 那么它的这种能耗 虽然我们控制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软件去优化 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包括你在使用 比方你每开个现成 你都要考虑到 哎呀 又耗能了 都要有这种概念 每多做一个服务 你都要去想 又耗能了 如果它这个服务里头 有大量的计算 你就在想 就长期的大量计算 你就在这想 哇 我现在CPU消耗肯定会比较高 就要有这样的一些概念 那么 最近李开复 他们出了一个软件 李开复的点心 出了一个软件 我现在已经把它删了 叫什么点心 什么优化 点心省电 叫点心省电 我装了一下 然后李开复那篇微博 看了没有 李开复的微博里头 就是写了一下 他其实做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微博营销 那么他的那个微博 微博营销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最近用了这个点心省电 已经三天没充过电了 然后就这样的时候 因为他的收听量很大 实际上这就是在做营销而已 仅仅是在做营销而已 那我当时就发了一个评论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儿看 开复老师说 出差三天忘了带充电器 还好装了点心省电 全用了省三天 然后我就下载 我也去试了一下 我首先评付是 开复老师的营销效果 做得比较好 后来我就装了 装了过后 经过我的实测 省电效果很不明显 就其原理 就是你去分析他的原理 其实他可以控制的东西 并不多 就听到后台一些 就是 后台一些不用的服务 或者控制设备 主要的电源这些消耗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句话 比方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想象一下 当前这个Activity 比方现在正在运算 对不对 然后我没有给他开一个服务 我现在通过Home 给他切换到后台去 现在它是一个 Background的进程 对不对 请问现在耗能吗 耗 为何 这个就说的不对了 所以我们以前 都有这样的一些误解 实际上 他现在放在内存里头 是不怎么消耗的 那也消耗了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本身 因为他的那个主线程 这个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 他主线程 现在是处于休眠 不会说 OK 他主线程 还在一直在那跑 跑得很夸张 他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实际上这种情况下 他会消耗 确实也会消耗 但是不会消耗太多 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以前都都说 我一开始 我不就说了 那个释放内存 那个问题还记得吧 不记得了 我们是不是很喜欢 装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去把这些 后台的这些给杀死 实际上他这个时候 在后台并没有怎么去想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手机 很容易一分钟待机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他就更不需要 因为他是sustent的 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这个状态 除了要基本维护 他的power manager 就是一些内容 其他的其实 基本上都停了 就基本上都已经停掉了 但不是杀死 所以这个过程中是 就这个过程中的优化 他是做不了多少的 就他这个软件 是做不了多少的 他能做的是什么呢 能做这些内容 比方现在 把我这个后台给关掉 就是还有我们的power manager 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可以调节亮度 还有他可能 比方说你现在在用wifi 他在最后一天 他可以把什么呢 把你除了你打电话 和短信的功能开着 就是跟real相关的功能开着 其他的功能 全部给你关掉 禁用掉 这个也省点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 我们在这里 实际上 告诉你去看一下 我们在消耗的时候 我们能耗消耗 主要是来自于两块 一块是cpu运行 一块就是我们的屏幕 就这两块 所以他会去用 特别是因为我们 如果这个时候后台有个服务 确确实实 因为服务开得起 现在cpu还在运行 针对那个进程的cpu 就他的换算一直在运行的 所以说那肯定是有的 那他如果说 OK我把它关掉 那这样也能省电 确实能省电 但是如果说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一直在操作 这个软件 这个时候 他的省电作用是没有的 几乎没有 大家想象一下 反正当时我就装了一下 装了一下 效果非常不明显 我原来在几天 装完了 好像还提前两两小时没电 不知道是不是 我测试了一下 测试 因为他那个软件 在上头 你想象一下 他的软件 在上头还有一个 那个notification 而且那个notification 还是动态更新 那个当前电量百分比的 那个也好啊 对不对 我多装了一个 耗电的软件 所以 所以 其实没有什么 本质的作用 没有什么本质 但界面效果做得比较 就是界面做得不错 给料理 资金 给料理 你 干吗 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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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了